我们都知道樱桃是她扮演杨贵妃 因为她演得太好了 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杨贵妃是这样的 作为一名强大的女演员 樱桃已经是大满观事后了 她是无数男人梦中的白月光 那么她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 没人敢与她结婚呢 事业蒸蒸日上 情感之路坎坷 这是美女永远无法克服的障碍吗 一提到樱桃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中国女人 她的出现让我们重新定义了各种东方美 20岁时 她以全国第一的娇人成绩被艺术学院录取 军事艺术学校的学生沈腾是一名同学 樱桃成了军事艺术之花 现在深腾不再靠外表吃饭了 凭借自己的力量 她在喜剧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成为公众眼中的幸福果实 樱桃真的与她的力量和外表共存 专注于表演 樱桃从小就有很好的异性恋关系 有很多人爱她 从军事艺术专业毕业后 被移动公司的儿子沈俊成吸引 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樱桃的追逐不了她的甜言蜜语 所以她们走到了一起 恋爱两年后 她们登记结婚 在后来的采访中 从樱桃那里了解到 这两个已婚的人并没有真正生活在一起 因为她们经常在外面拍摄 她们少去多散 不时吵架 所以这段关系就像是在最后一个分手 离婚后不久 沈俊成因其公众形象而被解雇 她因受惠被捕 唯一名副其实的婚姻正式结束 没有了情感的羁绊 樱桃的职业生涯一路开了绿灯 也正是自然的好运 让她在此生得到了高贵导演高熙熙的权力帮助 她刚出道 与张凤一等实力强大的演员扮演了相反的角色 可以看出 樱桃的演艺之路是多么的平坦和畅通无阻 她们合作的电视剧 在历史上受到了天空的高度赞扬 然后 她趁着运斗热敲打着 切力搭送了公共汽车 凭借出色的演技 她获得了精英奖和最受欢迎于演员奖 如果你来自一只盛开的蝴蝶 她已经被许多著名导演发现 因为樱桃的精彩表演 在杨贵妃与武则天觅史中 她让人们看到了樱桃的不同侧面 并在无数人眼中成为女神般的存在 这也是一次引起轰动的户外活动 樱桃在一个很深的漩涡中 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逃脱 据互联网报道 樱桃是文强传下来的 她传得越多 就变得越离谱 就连最后的版本也证明 正是因为樱桃的父亲欠下了赌债 无法偿还 她才让女儿还债 我得说些闲话 这是一个无底洞 直到樱桃将造谣者告上法庭 并要求造谣者公开道歉 事情才平息下来 不久 据报道 樱桃爱上了老孙东海 你知道 孙东海是圈子里的大人物 在大陆可以被称为香花墙 可以看出 他的力量一般不强 在与孙东海相爱的过程中 孙东海给予了他足够的爱和照顾 就在这段感情正在萌芽 即将开花结果之际 孙东海也参与了大片严波 严波也是圈内知名导演 2010年的以前 严波被砍成四个壮汉 严重受伤 原因是严波的联系对象 李小兰是孙东海的前女友 不能将其视为兄弟 为了给孙东海足够的面子 他做出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们对这起事件的背景 没有做太多推断 后来 从李小兰发布的微博上可以看出 他与孙东海的爱情经常受到威胁 孙东海因事件的负面影响 而被问及自己的黑社会背景 看到这一点 樱桃自然选择了保护自己 因此这段关系完好无损 没有得到爱神青睐的樱桃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路悬挂 2011年 樱桃与周东宇 韩庚等一起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 为新年唱回家 后来 他主演了一部电视剧 温州家庭获得了飞天奖最佳女演员奖 一段关系的结束意味着下一段关系的开始 即使他只是一个路人 在一部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樱桃和李光明相遇 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 使许多人沉迷其中 有一段时间 他们分不清这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 这出戏里有很多接吻的场景 樱桃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表演了 激动人心的接吻场景 这让很多人认为这两人是在假装真实 私下里一直在一起 媒体还拍到 两人经常一起进出酒店 关系极为暧昧 但丑闻曝光后 樱桃和李光明逐渐疏远 然后就没有了联系 慢慢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关系没有被提及 后来 李光明也为丈夫嫁给了隋玉蒙 他过着非常甜蜜的生活 不时流露出爱意 李渔似乎已经相爱两年了 他似乎已经爱上那个足球运动员两年了 他们的恋情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据说双方已经见到了他们的父母 不久将讨论婚姻问题 然而 后来 他们等待分手的消息 至于原因 我们不知道 分手后 Cherry一直单身 而Lee James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自己孩子的照片 并成为了一名父亲 在爱情中失忆 在战场上骄傲 Cherry正是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他和张一祥 他做的鸡毛飞上天空 很受欢迎 他在语中赢得了无数的赞誉 因此他还获得了木兰奖最佳女演员奖 这意味着樱桃已经是大满贯了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圈子里 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但Cherry是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 樱桃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非常成功 尽管他在情感上并不令人满意 也从未见过他命中注定的范围 这种两极分化的大部分原因 与樱桃本身有关 从无知到后来与人见面 樱桃自己对每一段关系的体验 都建立在认可的基础上说真的 但上帝并不美丽 他也可能是命运中的英雄 对于感情 樱桃敢于爱和恨 爱是权力以赴 如果他们不爱 他们会自然而然的离开 我们喜欢的是这种樱桃 现在他41岁了 但他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可以看出 樱桃对生命有着无与伦比的热爱 这种生活不是一种幸福吗 谢谢大家